外面又在下大雨了 但是呢 我的鐵人賽天一天的逼近 總不能都沒訓練吧 所以今天 我決定我就教你們 如何在跑步機上完成三種訓練模式 走吧 好那我們要教大家的第一種跑步機的訓練方式呢 是你可以透過跑步機來檢視一下 自己的跑步姿勢在滾動持續的帶動的情況下 看一下你的跑步姿勢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很常在真正跑步的時候 你會因為地形的變化導致你的跑步姿勢有受影響 那在跑步機上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檢視 自己在跑步的當下 跑步姿勢正不正確 那在滾帶的帶動之下呢 你就可以透過良好的均速來維持你的跑步動作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從中來檢視一下你的跑步動作到底有沒有問題吧 OK首先那我們就先把跑步機調到你平常慢跑的速度 那我們就先把他調到速度大約是 時速6到8公里左右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他設定在 時速8左右 那在慢跑的時候啊 因為跑步機是一個平坦的狀態 這個時候通常我們會希望大家可以把跑步機稍微做一點點的坡度調整變化 所以我們坡度把它調整到坡度1的狀況 那當腳要坡度1之後跑步界的坡度稍微上升 這個時候呢你在錄影的當下就比較接近真正在跑步的感覺 不會是一個只有腳抬起來往下放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時候請你的朋友來幫你做跑姿勢錄影 來檢視一下你自己的跑步動作到底有沒有問題 OK那錄完之後我們就來看一下跑步姿勢到底有沒有問題吧 OK接下來要教大家的第二種訓練就是有氧耐力訓練啦 那怎麼樣在跑步機上進行有氧耐力訓練呢 首先我們先把坡度大約調到2到3的坡度 然後速度呢大約調到你平常慢跑的速度 可能時速是912不等 那以你平常慢跑速度 進行30分鐘到1個小時的訓練 就可以針對你的有氧耐力有很好的幫助喔 那第三種訓練方式呢是要教大家如何在跑步機上 達到間歇訓練效果 那該怎麼達到間歇訓練效果呢 首先我們會在強度 就是時速的部分跟坡度上面去做調整 OK那我們就來簡單示範一下 那首先以我自己為範例 我在跑步機上先設定自己目前在慢跑的時速 是以時速8進行 然後坡度為0 待會我會把時速調整到12 而且坡度調整到6 達到間歇刺激的效果 因為我在短時間速度變快 坡度變高 這時候就可以達到有效的心肺刺激 那大約在這樣的強度下 維持30秒到1分鐘 我們就恢復到 慢跑的時候 時速8 坡度0的狀態 然後達到一個動態的恢復效果 那在慢跑大約1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調回到原本慢跑的強度 時速8 波度0 這個時候通過動態的慢跑恢復 就可以準備第二趟的間歇刺激囉 好累啊 OK 第二趟加速了 GO OK 最後一個呢就是要跟大家推薦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的 就是登山啦 那登山這種上次騎來南華的過程當中一次就要爬13公里的上坡 其實有時候是有點吃不消的 所以其實你在家也可以透過跑步機打到登山的訓練喔 所以首先 先把你的包包飛起來 這個時候就可以達到一個負重的效果 包包飛好之後 我們接著把你的坡度調到最高 所以會把坡度調到10 當坡度調到最高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機器逐漸往上升 這個時候你就有一個很好的上坡的感覺 對於你在訓練的時候 就比較可以模擬像接近在爬山的時候的狀態 那速度呢 我們調到大約是時速4左右 因為調到時速4之後呢 在你負重跟上坡的情況下 比較接近真正在爬山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負重 而且有坡度 接著你就可以持續走大約30分鐘到1小時 你可以邊看電視邊看電腦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再加就可以輕鬆達到登山的訓練喔 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些訓練內容呢 就是在外面真的下大雨 你沒辦法在外面正常跑步的時候 推薦給大家可以在家使用跑步機 簡單完成的四種訓練方式啦 那也很感謝今天借我們這台跑步機的廠商 他們是BLAZE的SUTTON P6 這台全新推出的跑步機 來供我們做拍攝使用 那也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跑步機有什麼特色吧 像我這種組五組呢 房間一定是非常小非常的擁擠 但是它占地空間只有0.15平的大小 你只要輕鬆的把椅子挪開 就可以達到再加訓練跑步機的效果喔 重點是它可以快速收折 對於珠子來說非常方便又節省空間喔 那首先要跟大家介紹這台跑步機的特點呢 第一個就是它有時段的波度變化 你可以再加輕鬆的透過波度的調整 來達到訓練刺激的效果喔 再來是它有A1智能夜跑氛圍燈 它會透過你的速度變化來調整這個燈亮的顏色 舉例你在0到4公里的時候 它會是以綠色的狀態來顯示 那4到8公里的時候呢 燈就會變成藍色 接下來如果你是8到12公里的高速的情況 它就會變成紅色喔 接下來我跟大家介紹的就是它的快速控制面板 它可以透過這麼小巧的螢幕 就達到速度變化 波度的調整 甚至可以告訴你現在消耗的卡路里 時間 距離 還有心率 那在螢幕的下方呢 它就有一個心率測試把手 你可以透過這個把手呢 來了解到你目前的訓練狀態 心率大約是多少 強度會不會太高 接下來是它可以透過藍牙連線 就可以在跑步機控制面板本身 達到藍牙喇叭播放的效果 接下來就是它的優良減震系統啦 在跑步機雖然小巧 但它的優良減震系統 可是沒有在忽略的喔 透過它優良的減震系統設計 你在家跑步的時候 也不會有過度的傳導導致你的地板有很劇烈的聲響 那像我家裡還有地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妥善的改善這個傳導的聲音 也不會吵到你的鄰居喔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在家透過跑步機 達到訓練效果的四種方式啦 你可以輕鬆在家就達到跑肢檢測 有氧耐力訓練 無氧耐力訓練 甚至是登山訓練 都可以在跑步機上 輕鬆的完成喔 OK那我也會把這台跑步機的購買連結 發在影片資訊下方 如果你發展有興趣也可以點下去看喔 並且附上哲瑞專屬的折扣碼送給大家喔 OK那我們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漏盡我接下來的每一支影片喔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